不肯承认错误的弟子 那是心里有缺陷的 因为他害怕自己心中的阴暗面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这样他心里的阴影 就会永远留在他的心中 所以学佛人要勇于承认自己的缺点 忏悔是光荣的 承认错误是理智的 遮掩自己的缺点 那是道德不全的 是把自己烦恼和痛苦 永远遗留在自己的心中 不愿意暴露自己的活思想 就会永远生活在 自己的私心私欲当中 所以别人会觉得你很假 你会失去更多真诚的佛友 佛法称之为 无法自度苦恶 人生的错误向门槛 跨过了自身的心理障碍 放下了 就是你过了门 跨不过去的就是坎 行善积德 敬平水喝 见性是功 平等是德 去除杂念 见性唱歌 广众福田 心佛集合 功德要圆满 不圆满的功德 那就是有漏 悲至双运 波若患 福慧双修 能圆满 一个人不怕做错事 就怕不改 明心见性 一般靠自己 很难看到本性 需要靠高僧大德 不断地提醒 这就是为什么要师父 没有师父的孩子像柯草 有师父的孩子像个宝 不开智慧 增烦恼 人间聪明 全部抛 想通放下 烦恼跑 清静解脱 有福报 功德圆满 最重要 法布施 法布施 实际上 就是持戒 行善 念经 禅定 止观 红法的综合体 红法度重 有我像 一定会 迷失方向 时间一长 就会增加我慢 我直 忏悔业障 最重要 业报成熟 早知道 扭转厄运 除迷糊 远离轮回 离三途 业障重 智慧跑 业障无 菩萨护 善巧方便 度众生 锤炼智慧 慈悲根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朋友 直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